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次和大家一起去研究一下 香港的各行業是否真的玩完了 有人覺得現在香港沒有人願意留港消費 本地人也不太願意 不要說遊客更加少 更加看到一個可怕的現象 連內地人也不想來香港消費 看到政府方面不停吸納一些專財高財 甚至愛怒 他們那種想法和香港人的想法不謀而合 所以是否真的各行各業準備收檔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起研究一下 現在早前香港有一群人 不知是否響應政府 北部都會居 一小時生活圈 大灣區發展 每個人都說不會 我們不會 這麼辛苦 日來來往往 質素又不是特別好 想不到隨著時間流逝 更越來越多人 反過來 他們覺得很多香港人 他們寧願選擇 就是在香港賺錢 內地花錢 其實這件事等同某程度上 好像有一群移民香港人 他們移民離開了香港 但留下一個可能通常是老公 他們在香港繼續賺錢 把錢養妻活兒 養在身在外國的子女 你想想 這種情況 有人說 沒辦法 不捨得高薪厚錄 你說不離開 他們竟然選擇不留在香港生活消費 有人覺得你們願不願意這麼辛苦 有人就這件事曾經熱烈討論過 在內地住 在香港賺錢有什麼好 有人就覺得 便宜 你三分一價錢 不要用同等價錢 同等的居住空間 我用三分一的價錢可以做到 又或者我用同等的價錢 可以 隨時的空間大一倍有多 這個其實 大家都看得到 只是說居住的環境 大家都不想這麼迫劫 大家都想住得舒服一點 租也便宜一點 所以 有人就覺得 在內地生活 居住 慢慢已經成為潮流 其實這件事 老早已經看到了 這件事 其實一有人就說 沒辦法 生活物價為勢所迫 其實不是的 這件事是遲早會發生的事 想不到 現在 連內地人都贊成這個觀點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 政府現在 紛紛不停在這裡 要吸引一些專才 引入很多外勞 甚至乎 在內地引入一些人士 來香港幫忙工作 但是 他們都覺得 香港的生活成本很貴 所以 現在在內地 掀起 香港賺錢 深圳使用 好了 這真是全城熱議 在網上 小紅書那些 亦都有很多關於這個話題的討論 就說 在香港最爽的就是 每個星期尾 就回到深圳消費 這樣說 其實 現在 有很多香港人 一到星期五六日 平日平日都多 我自己的親身經歷都見過 真的很誇張 你真是瘋了 尤其是在星期六 嚇死你 稍後再跟大家說 那些事 因為大家都覺得 在深圳吃東西是便宜的 消費便宜的 服務也好 除了餐飲美容 還有很多 夜市 掃街 玩 這樣 很棒 沒得頂 整車 看牙 還有很多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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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現在很多人都 已經成為一個潮流 港人北上的潮流 當然 曾經有很多 內地人 深圳人都不明白 為什麼 你香港人這麼喜歡 上來買東西 上來消費 上來洗 香港沒有嗎 這些事情 但是有一班 在香港生活的港票 他們都慢慢明白到 你們香港人為什麼 這麼拼命 山場水遠寧遠 每天花三幾個小時的時間 來回時間 這個他們叫跨境通勤 都是值得的 為什麼呢 其實 有很多人 他們的港票 他說 你想想 在香港 五千元 爛堂樓劏房 你在同等價錢 深圳已經租一個雙層 雙層的角樓了 你說 我寧願 你住一個這麼擠寢的空間 生活環境 納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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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床室 還是 我浪費過少時間 走去中港兩邊 走去更高質素的生活質量 其實 三個小時都要的 你話說 30分鐘直達 這麼多的 現在的冬鐵 但你還沒計時趕時間,等車,有些人說乘高鐵 他們是乘高鐵上班的,說到7時多,乘高鐵回到紅磡附近 剛好就不會遲到,有人笑他傻,我不願意這樣的生活 其實我自己也覺得,一個長距離需要這麼多時間去上班,其實是很煎熬的 一個人很煎熬,為什麼呢?因為就算你上班,你還沒回到家的過程當中 你覺得自己還在工作當中 第一樣就是等同上班的旅程,漫漫長路 你遇到這麼多出門,人家可能8時才起床拆牙 你可能8時已經在途中了 所以很多人覺得,如果和你居住的地方比較近 感覺上舒服一點 但是,有人會從錢看,從我的生活成本去看 我這麼辛苦,你上班也這麼辛苦 但是,大家賺了那個錢,原來大部分都花了你自己的租金 食物,那個環境上,你鎖靜無幾使得不快樂 現在有人就說,你在秀基灣,吃頓飯,天價的 更加有人就說,中環,打工仔,喝光,鴨八丁街 有人說,吃頓飯,頓得媽媽都不認得 為什麼媽媽都不認得 兩條腸仔,三條雞翼,60元 加一杯凍夜飲,真的離譜 如果這些生活質素,你怎麼會不會引人回去生活呢 60元 你回去吃個酸菜,現在的飯也還可以 有人就說,吃隔膜、串燒 喝杯咖啡 我都不需要這麼貴 你真是菊氣 有人就覺得你在香港賺錢,然後再花錢 簡直是,除了智商稅之外 簡直是,當現在港人是甚麼 那些飯像甚麼?監倉飯 有人說,怎麼搞的 我這麼辛苦在這裡工作生活 到頭來都是這樣的生活質素 所以,為什麼現在情願大家叫兩邊走呢 另一件事,有人就覺得 所以,為什麼現在香港的零售業 是不是真的一潭屎水呢 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下 近期港人 很瘋狂 我們經常在說新聞 大家可能 就算我自己也未必完全可以感受到那種瘋狂 但是當我 早兩天 真的又在深圳逛的時候 我完全感受到那種癡根 港人的癡根 有幾癡根 在一個超級大型的商場 超市 這是真的 那些香港人 多度晚上 7、8點 好了 整個裡面的超市 我相信 不要說九成香港人 六成 六成多 香港人 那些 其實 那間超市 其實香港就是有的 類似的模式有的 那些甚麼加樂福那些 全部大大件 很美式 很外國的感覺 別人一個星期才賣一次 所以為甚麼 別人會大統裝優惠裝 你這幫香港人 我不知道 這位朋友 有沒有聽 因為我被他抓住了 聊天 話說 我在這 推車 其實我買了很少東西 不多 不夠你們多 十件八件 因為我在想我又要拿 又要吃 我一邊走 順便說 看看 然後突然有位女士 香港人 她走過來 她說 你這隻不好吃的 這隻 我說是嗎 我不知道 我試一下 然後 她說這隻 好吃 然後 你這隻 你這就好了 然後 聊我聊天 大家香港人分享一下 不如 訪問我 我心想 我九個問好了 有甚麼好啊 我說沒有 我純粹上來見識 看看東西 我沒有想買很多東西 然後有另一位女士 走過來 你真是厲害 忍手 然後我看到整車 整車之餘 還有下面有個行李 大型手堆車 購物車 還有一個大行李 然後我說 你這麼多東西買的 她說 我想拖行李 我想這個情景 那時候內地客 下一次遊行 然後在藥房買完東西 就在人家門口爆行李 現在香港人在做那件事 然後那位女士說 很划算 很划算 對著我這樣說 我簡直呆了 我說其實有多划算 有些事 我講完之後 她可能有點不愉快 可能我過分理性 舉例 好像某些東西 我說其實你計算 好像香港比較划算 我說同等價錢 送上門 又不用我拿 我最緊要 我北上消費要時間 我要成本 你們有沒有算過 但那些人又不停 很划算 你欠我十幾二十元 你車錢也不僅 所以其實某程度上 現在出現了 大家覺得東西很便宜 很大件 吃東西很划算 買東西很划算 用東西很划算 那你說 更加了 住都很划算 所以為什麼 你說更加 那些人就把心一橫 他們就說不如 反正都是 我不買貴租 我不住那些豆腰空間 我們需要一些大的環境 真真正的住人的地方 那 你現在香港是 你如果再這樣下去 有些什麼 沒有的 有些人就說 我只剩下一些新移民 只剩下一些新移民 都不是留在香港住 你不要說我 他們拿完身份證 隨時連公屋都不要你 行了 我拿了身份證 我回到深圳住 沒那麼生氣 是不是 錢又貴 花又貴 買菜又貴 我看到有些人買海鮮 買菜 在那些 不知道是什麼超市 瘋狂大掃貨 真的 之前有說 有些香港人 有些主婦 在內地掃 日常生活的食物 帶回香港 我終於看到是真的 購物籃 油菜 肉類 油豉 豉油 什麼都有 然後一車車 自己拖車回去香港 我心想 現在八業 你真是街頭 你沒辦法 餐飲業又那麼離譜 沒有的 飲食業那些 沒辦法 成本 當有人肯消費的時候 你就當它水於飲湯 你連最後那一刻 殺雞取卵也要倒閉 那你就連一根稻草來的 壓跨各百業的最後一根稻草 這是事實 我覺得 然後態度的服務又不好 隨便 精簡人手 你在一個這樣的惡性循環底下 你怎麼會好呢 有人就說 你看你搞的賽車 那條賽道都縮短了 有人就拿來吵 覺得什麼都搞得不好 整件事氣氛 到最後 你在香港賺錢在內地使用 OK 如果你忍受得住 你覺得你的時間 這三個小時的來回是可以接受的話 某程度上真的是 真的 因為你香港賺的人工 因為按照香港物價水平去離譜 某程度上 你始終內地生活的物價 生活指數和你香港的生活指數 仍然是差一大絕 質素 質素未必差很多 但是 金額可以差很多 你買一瓶水兩元 在內地 香港 同一地是超市 你買一瓶水九元 你吃過雲吞麵四十元香港 你在內地隨時十多二十元 十多元 都已經有交易了 所以 你吃過吃碟腸 紛紛十元八元已經搞得好 可想而知 你那塊錢為什麼可以這麼見勢呢 你花得開心 這件事 所以大件事 現在不知道你會否認同 香港百業越做越退 我覺得 這件事是覺得 連內地人都感受得到的時候 你怎麼會還有願意有人下來 黑熱消費呢 不要說居住 不要說去 去 落地 開始散業 散根 各樣 分分鐘 結婚了女生 我帶你回去煮 我家屋在上面 二千呎 三千呎 好過了 這件事 幾頭痛 政府方面都要想想辦法 怎樣去搞一搞 所以有些人會覺得 政府應該要去調控市場 怎樣補貼 甚至乎引入 是不是多些其他 的店舖 又或者會不會弄一個 租金管制等等 去壓抑租金 令到整件事沒那麼誇張 成本一降低 才有競爭力 如果不是 就真的不用想了 我覺得是有需要的 在這個層面上 是有需要 如果不是真的 我都 有些人覺得我都寧願 蜜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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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蜜 香港人最喜歡吃 大家都是喜歡吃 不要只是香港人 大家都喜歡吃 民意食為天 你說不是 質素 有些人說 什麼地溝油 扯你 現在都不理了 你很老實 70元 白飯 加兩條腸子 加三隻雞翼 你吃得開心嗎 不要管 什麼油 萬年油 我寧願兩條腸子 寧願兩條腸子 在你口中的不健康食物 我吃回這些 有些人是這樣的 起碼我吃得開心 這個情況 我覺得 沒得搞 所以政府 各行業都可能 真的要考慮一下 在這個年底 明年年頭要設定指標 看看波叔會不會有什麼辦法 好 今集時間講到這裡 下一節再講 拜拜